字幕提供 我是舞秋風 又到了一個禮拜一次秋風週報的時間啦 一個禮拜又過了 好啦 本週大事就是秋風又開了一個新連載 就是聖女之歌的連載 國產RPG 請大家多多支持 每次都在講這個 大家還是會挑自己喜歡的看嘛 所以我也不多說了 還是希望大家有波控 波控前來觀看一下 他大概我預計先來這邊不負責預計一下齁 他大概應該可以玩二十幾吧 就是到二十幾 所以我如果每天出一集也要出二十天 計畫是 星期一到星期五 就像八點檔一樣 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出一集吧 大概應該會這樣子規劃 應該啦 好不好 就算沒有也不要來逼我 最近最怕的就是遇到人家來吹片了 先不講這個了 那個 呃本週大事還要什麼 嗯 沒有了 就這樣 喔好 那個 講一下那個 這個禮拜要講的話題好了 就是 ntw 五週年了 其實ntw在我加入的時候我還沒做實況 那 過了大概一個月左右秋風開始做實況 所以ntw大概比 秋風做實況的時間大概早個 早個幾個月吧 早個一個 也不到幾個月 一個多月 所以ntw五週年也表示秋風做實況也快要滿五年了 五年就這麼過去了 那幾乎每年的網劇秋風都有去 就是因為覺得自己也沒在裡面活動 那 那個網劇的時候就順便去看看大家 那 交交朋友 就見見老朋友看看新面孔這樣子 抱持了這種心態 所以秋風每個禮 每 不是每個禮拜 每年都會去參加一次網劇 對 我覺得也是 蠻 蠻有趣的體驗啦 像這一次也是有一些 呃 我不認識的人 新團員加入 想不到他們還有在收團員 令我頗為意外 然後一些 呃 一些熟面孔 一些老屁屁熟面孔 然後還有 呃 友團 紅石口袋的很多成員都有去 什麼哈記 傑瑞 鬼鬼 水狼 十九 他們都有去參加 麥安捏 小坤 這些人都有去參加 我覺得 跟這些人見見面 聊聊 聊一聊 就是 呃 現況啊 看看他們最近在做些什麼啊 然後我在做些什麼 是一個 蠻有趣的體驗 那 今年 今年 今年竟然還有邀請 不是紅石口袋 不是ntw有人參加耶 黑羽鳥鳥 既然也去 也去參加ntw網劇 令我錯愕了一下 那個 呃 呃 就這樣子啦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真是 我當天我有拍一小段的影片 那 應該是在下禮拜有機會就 播出來給大家看 剪好的話就會播出來給大家看 呃 呃 呃 見到老朋友就是有覺得 唉 想不到我們都認識這麼多年了 想不到我跟這些人 也認識超過五年了 呵呵呵呵呵 蠻有趣的感覺的 人生嘛 總是不斷在 發生一些 不一樣的記憶 有沒有 看到過往的事情 那 回去 就是 回味啊 回味 好啦 我們這禮拜就講到這邊了 那 你們就期待一下下禮拜 秋風會推出什麼影片 那 那 那秋風推出過的影片 你還沒有去看的 也請 支持一下 對 因為秋風其實 出片還算蠻勤勞的 那 一定有很多影片 你來不及看 囤著沒機會看 那 就 拜託各位了 拜託各位 呵呵呵 踴躍收看 嗯 我們 下禮拜再見囉 秋風周報就到這邊了 下禮拜再見 掰掰